張國榮 看得出來 我跟我同鄉 張國榮 對 看出來了 我跟那個張國榮的圓圓是這樣的 我們二十幾歲那時候 因為呢 我在帶團 帶團呢 我們都會參加香港的這個影城 就像以前我們台灣那個士林有沒有 那個電影王華城 那個時候留著我還是小明星 是小明星 小明星就是主謂的那個靈演 在那邊等人家叫他去 對不對 啊我在那邊呢 就是等客人 他在等戲 然後我就記得我第一次遇到他 他看我我看他 就看來看去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還沒有公布他是同一次 我說真的 但那時候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那時候他沒有公布他是同事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是互看嘛 我也不曉得自己互看 然後再講話 那兩個就有緣 就很會聊 很talk 就很有緣 在相見 相見恨晚 你懂那種感覺嗎 那種感覺就是很麻吉 但是沒有來電 我們不是來電那種 好 有一個人在這尾巴 他是同這 對不對 所以 很有趣的 那 有一次啊 很好玩 我就問他 我說啊 國龍啊 為什麼我們兩個那麼有話呢 好奇妙喔 對不對 他說 你不知道啊 好奇妙喔 我們兩個長得很像啊 好奇妙喔 我們有像嗎 你哪有像啊 他怎麼說 他說 真的 不信你回去試試看 叫我做個實驗 那怎麼實驗呢 你們知道嗎 我跟你說 把我們兩個的那個照片喔 把他放大 把他放大 那個臉型有沒有 都A4的兩張 你把他放大 啊你們把他分開比 怎麼叫分開比呢 眼睛比眼睛 耳朵比耳朵 鼻子比鼻子 嘴比嘴 啊 我跟你講看起來好像 你分開比好像 合在一起啊 排列組合的關係 就有誤差 不是啊 因為人家爸爸媽媽有讀書啦 數學比較好 然後排列組合就是那個 那個年代 啊我媽媽是滾馬 我爸爸小學二零級一夜 啊書學不好做一下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他的一句不言 然後他是4月1號嘛 April First 他你知道是跳樓 他跳樓之後呢 他的身交喔 算起來 算起來 留下來的錢啊 台幣啊 都盡上帝 所以你看一下 這麼多錢都什麼不快樂 我也告訴你 有錢人不一定不快樂 再講一下我們台灣的孫翠鳳 啊孫翠鳳啊 你知道孫翠鳳以前有憂鬱症 你知道嗎 他是有憂鬱症 我為什麼跟孫翠鳳會熟齁 我跟他會熟的原因呢 第一個 他的這個主師爺的女兒 他的自傳 跟我的自傳 在一兩苦瓜 總是同一本公司出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常常問我 怎麼樣學英格的事 啊為什麼 因為他女兒英語不好 他常常問我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來 他常常跟我說 他很不開心 我說為什麼你不開心 這麼有名 他說喔 我不開心就是我的美男女 他說喔 我是萬神女孩 那我教導呢 這個就是 美男女的一個歌仔戲家庭 那我很盡量 要把這些美男女說不好 我也慎鬧 慎鬧 但是不知道是怎樣 我每次喔 他上台冠冠冠戲對不對 那長輩就跟我說喔 我哪個發音又不標準 又不標準 我都不標準 有的壓力就好大 那你想要給他標準標準標準 那就越差 欸 陳老師 你的名義 你一天還沒有標準 你怎麼都沒有標準 你怎麼這樣 哎呀 我跟你講 我就跟孫瑞說一件事 我說我的英文 我也知道真的都跟我唱 說我是台灣英語 說我說話不太好 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媽媽是山地人 我老爺是台灣人 你看看嗎 我媽媽生了通音缺 如果我講英文像很多話 我老爺都動得掉